歡迎大家收看《神之水定》 這是我以前的專欄名字 但這次就會用影片的形式和大家見面 每個星期我們都會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些新的威士忌 或者是一些烈酒的信息 還有一些朋友會上來和我們介紹一下 還有因為我們Mock & Spirit也有很多關於Cocktail 或者是其他的內容 希望以後我們每個星期都可以給大家 有一些最新的資訊和不同類型的威士忌 可以介紹給大家 今天是第一集 我們請來Kitty Hello 大家好 跟我們講一下Isla的威士忌 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在Scotland、蘇格蘭有不同的地區生產威士忌 Isla其中一個很標準的地區 還有一個很標準的味道是什麼呢? 好 叫Kitty來介紹一下 好 謝謝 其實Isla的 大家也有聽過 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很多飲食威士忌的人一聽 就覺得泥梅味、Pitty味很重 其實也是對的 也源於Isla的泥梅層比較豐富 以及它的水源關係 它有一個很優和的水源 可以釀製出色的威士忌 在它釀製大麥的煙燻大麥的情況下 它就用了很多的泥梅去煙燻 所以釀製出來的威士忌 那個泥梅味是相當重的 是的 其實說泥梅 其實有很多人形容 那個泥梅味 就是好像醫院味 以及正路軟的味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味道呢? 其實這個說法 我想是很多人都有這樣說 我的朋友說不喜歡飲食 都會覺得 其實全部是因為它 一來它近海 泥梅層比較豐富 在它煙燻的過程之中 完全是泥梅味 就全部去了酒液入面 也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泥梅那個釀製 釀製的過程之中 是有很多的植物等等 一些化學的因素而產生 所以你們會覺得 為什麼會有些化學物品的味道 是 所以有些堅守味 醫院味 是的 其實這些味道 有些人是很追捧的 零射喜歡 而且越勁越喜歡 當然 就是個人的口味 所以今天有兩款不同的威士忌 在Ila 有什麼不同的味道? 其實這款我剛才所說過 Ila的威士忌 有一個泥梅味相當重 但今天介紹的兩款 應該是這樣說的 介紹這間廠 Bunahaven 在Ila的區 是比較特別少少的 它普遍的威士忌 其實它的泥梅味 是好吃的 不會沒有 很少很少 但不會像大家喝的 Ila的區的威士忌 一樣的泥梅味很重 它的特色 最大特色就是很輕很輕的泥梅味 比較柔和一點 當然 始終來自Ila 除了柔和一點的威士忌 它也有其中一款 是Pity尼相當重的 我去試一下 當然 第一款是多少 十二年的 十二年的 最標準的版本 是 對 它有一點 但不算很重 對 不是很 一開始就馬上 弓了 鼻子 其實泥梅味 有一個指數 PPM 普遍來說 Ila的PPM 是30至50 當然有些是超過 也有一點低 但是 Buna Heaven的十二年 其實PPM 是一天的 對 是很低 對 你喝下去 你覺得它甜味 果香味 和甜味 是 所以我覺得 反而 它是很平衡 而且 你不是太過 太過 太過 泥梅味 所以 可能是 新手 或者 可能是 剛剛 喝開威士忌的朋友 都可以試一下 還有一些 女士 可以試一下 甜味很重 其實我身邊的朋友 不喜歡 但這隻就適合他們 是的 還有 Buna Heaven的特色 它所有的威士忌 其實現在很多威士忌 都在追求這件事 就是 非冷型過濾 所以你見到它的酒精度數 是比一般的40度 都已經留在威士忌 照顧保留 這樣就不會過 過濾 這個 我覺得是 挺好 挺入口 可能 對很多女士來說 是 可以試一下 這隻 哈哈哈哈 還有其實 比較有趣的是 因為這間廠 一直都建立在海邊 那樣酒的儲存酒廠 它是長期受到海風的吹雜 所以 你如果喝的話 可能去到 After Taste的味道 會有少少的 鹹味出現 是的 都有點 對 這個比較特色 好了 那我們先試一下 第二隻 這隻 其實 是Buna Heaven 我們叫Tortric 一隻限量版的 是的 每年年產量十分之少 我們都要 on allocation去拿 那 可能大家一開 Tortric 可以試一下 嘩 味又很出 哈哈哈哈 其實在這裏 我已經可以問一下 是的 這個醫院味 是的 其實 剛才我說的 PPM Buna Heaven 十二年是一的 但它的PPM 是20 沒錯 它的泥匯味 是相當重 因為始終它是Isla區 就算它比較柔和的 Signature 的 人形象 也好 它也出了一隻 unlimited edition PPM PPM比較重 剛才說 有些可能強到50 嘩 50那些 完全是 吃正路遠 哈哈 我覺得 其實這個可以接受的 是的 還有就是 我也喝過很多 很厲害的 那些 完全是只有 泥梅味 那這個我覺得 也算是一個 可接受的 還有 它也有其他 角色在 會不會只是你一聞到 除了有些泥梅味之外 其實你還可以喝到 那些 剛才所說的 海水味 鹹味 是這樣的 其實它都是 都是有些 甜蜜 像你說的 最後有些 有些 甜蜜 都是 其實入口有幾 OK的 就是入口有幾 平衡 不會太過 霸道 因為有些 靈魂味的威士忌 相當霸道 對 它有喝過的 只有一種 味 其他就沒有了 那樣 就不太推薦了 我覺得 例如這些 我覺得是 你想試一下 什麼是 泥梅味 有些人經常說 有些醫院味 那我覺得 這個是 可以 即是說 給你感受到 之外 是有些其他角色的 就不會 騙光其他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 有時候 當然有很多 重口味一點的朋友 那 他很追 很追 那些味道 可能越飲越騰 越飲越騰 那他就越飲越重 那 但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 都說剛剛好的 我覺得 不是太難接受 所以 如果 我也想試一下 這些 口味 那我覺得 可以試一下 這個 因為如果喜歡泥梅味的朋友 其實他 一直會追捧 絕對很喜歡 但是如果 如果你的朋友 是喝 威士忌 一開始喝 或者柔和一點 他一喝 那可能 以後 不會再喝 是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定要 跟大家說 就是說 你一開始喝 那 我建議 你可以選 不同區 當然 你會選 到Ila 那 選到Ila 其實我覺得 可以試一下 這一款 這兩款 那 他 有泥梅味 有那種Style 但是 不會嚇壞你 就是說 如果你一喝就喝了 那些很坑的那些 我相信你以後 都不想喝威士忌 這樣就慘了 是不是 以為所有威士忌 以為所有威士忌 都是這樣的味 其實不是的 但是 這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比較 溫和的 那個Style 都是很出道理 你一喝就知道 這個Ila 就是 什麼為之 Pitty 的味 其實 這兩款 你都會感受到 但是 不會嚇壞你的 這樣 那我們就試一下 要不要加點水 要加點水 因為剛才我們說過 Until filter 這件事 其實是非冷型過濾 大家可能加水 會發現 咦 杯好像有點不同了 有一點白色的 在杯上 但是 就不會以為威士忌有問題 因為其實 為什麼會用 Unchill filter 這件事 簡單的一句 就是 將威士忌原汁 月眉全部都保存在 這個瓶裡的威士忌 因為一些非冷型過濾 其實在釀製過程之中 就會有一些粒子 一些形脂產生 這些全部是提供給威士忌裡面的色香味 我們這樣說 但是 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你受冷氣 你放在架裡 會變成白色蟲蟲一片 你滾出來便不漂亮 所以 你就唯有把它冰冷 一粒粒的粒子 就會結成一塊結晶體 然後將它過濾了 當然擺出來會漂亮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的原汁原汁便沒有了 即是真的 對 那我們嘗試 加少許水 為什麼我們說要加水呢 加少許就可以了 對 兩滴就可以了 因為通常 水 分子和威士忌 裡面的粒子 會有一個化學作用 令到氣味 真的開放了 還有更加開一點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加少許水 就讓它的香氣 是更加能夠發揮到出來 還有越多年份的時候 其實加的水也要越少 所以通常有時候 除了我未必這樣加 可能加兩滴下去 你會聞到更加開一點 還有兩滴就更加香一點 是啊 是的 更加出一點 還有那個味道呢 爆發一點 是的 爆發出來的 你說有時候覺得 我自己很單件的 最簡單直接找一些食物配合 又不想那麼複雜的時候 就找芝士或者朱古力 現在比較流行用普通的朱古力去配搭威士忌 最近都是很流行用朱古力 因為昨晚我們也是試威士忌 就是拿一些黑巧克力去試 還有我們叫廚師一起去試 就給了一些黑巧克力去 然後喝威士忌 那個味道還能出現 還有就是 又是有種化學作用 就是感覺它 嘩 那個 爆 又是爆出來的 那些香味 還有那些口味 所以 我覺得 試一下朱古力這樣配是挺好的配合 尤其是煙燻味 甜味重的 找得出的配合 就完全是完美的 好像一些煙燻的 它更加俊 就試一下 另外這個其實沒有幾多年了 沒有 它全部都是用沙莉沙 但因為這款的配合 它其實就沒有用了幾多年了 它本身的整個範圍 就除了十二年 然後就會有十八和二十五年 但是 因為那個年產量的關係 其實十八和二十五年 都是要按個位置才能夠 OK 就是又是很限制的 那就是 現在的威士忌 其實都很多人搶 基本上 就是說 一隻隻都很多人試 那你覺得 近年是 是不是很受歡迎 很多人會找不同種類的威士忌 沒錯 尤其是香港 香港其實因為它 網絡比較發達 對 很受全球的影響 對 看到全球的流行 大家就會去找 現在也可以上網 其實有些網站去找威士忌 已經很簡單 尤其是Mock Whiskey的潮流 在這幾年來越來越流行的關係 就算一些不喝開威士忌的女士 都好 都開始去喝威士忌 多有女生喝 多有女生喝 是的 即是女生都會追 有些什麼新的東西呢 你不想試 是的 會不會怕很厲害呢 那個酒精度 都會試一下沖啞 或者什麼之類的 有的 其實我們有時候 那些女士 除了一向都喜歡喝威士忌 或者喜歡喝spirit之外 有些人會說 會不會有其他的選擇 我喝一些柔和一點的 我們都會提議去喝酒 而且現在威士忌的酒 都比較流行 除了酒 的潮流在香港很流行 除了之 就像平時 Walker去教酒之外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都偏向了 會用威士忌去教的 而且不只是普通 沒有pity味的威士忌 有些他們特地會選 一些用pity味 很重的味道 用威士忌去教酒 對 那它混合什麼呢 就是讓它的味道再出一點 如果現在的咖啡店來說 其實都不花半分 其實我都看過他們用威士忌 教apple juice 或者是sparkling apple juice coccal water 甚至一些homemade syrup 好的 homemade syrup homemade syrup 現在是流行 最普通的東西 我要自己教自己的特色 對 用一個homemade syrup去做 因為現在的咖啡店 有很多咖啡店 還有很多不同的花款 我覺得都是很流行 所以變成 我想威士忌是其中一個 除了就這樣喝 當然我們就這樣喝 我們就會享受一些 但是現在有很多朋友 或者可能女士們 又有什麼新的飲法呢 昨晚也是我喝威士忌的時候 有人說 其實除了就這樣喝之外 有什麼其他 其實真的現在有很多威士忌 威士忌 威士忌 對 除了有威士忌 特意做到很平衡 比較簡單的層次 去調校威士忌之外 各大的 bartender 都會選擇一些 比較複雜的威士忌 去挑戰 如何調校到平衡 可以保持到 保持到味道 對 很難說 考大家 考大家 OK 好 今天就多謝Kitty 今天跟我們介紹了兩款 非常之好的 Dyla的威士忌 大家也可以嘗試一下 剛才說 不會嚇到你 起碼 可以知道 在這個地區 它的口味是怎樣 以及我們在說 Peats的味道是怎樣的 試這兩款 你就會感受得到 也會享受 因為它的平衡 是怎樣的元素 都能夠感受得到 再一次多謝Kitty 我們下一集會再說 第二個地區的威士忌 記得留意 多謝大家 謝謝 style 請 MARK filed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